远景骑着摩托车赶到现场 从远方就可以看到 黑色上衣的正姓嫌犯 坐在马路中央 他发现警察到了 也站起身高举双手 地上一大袋物品 里面都是姜之 穿着皮衣外套 因为行为太怪异 所以被民众通报 事发在25号清晨6点多 新店建国路上 远景上前一搜他的包包 有惊人发现 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改造枪 还有日本武士刀 幸好后来确认 里面装的都是空气BB枪 他有坐在路中央吗 跪在那边 跪着 有没有看到说 他好像有带枪还是什么 新闻那好像有那个东西出来 他还要拿一些细节 要不然我们那会知道什么 郑贤被带回派出所后 仍然情绪不稳定 连说话都说不清楚 虽然他并没有伤害人 但是一大清早 就带着大批刀枪四处闲晃 恐怕也让附近民众吓坏了 最后也依枪迫弹药 刀卸管制条例将他送办 记者综合报导